好以色列对加萨持续的狂轰猛炸 在最近一个晚上 加萨中部的地方空袭 一次造成57个人死亡 而报道当中 国际社会开始关注的 就是每一天在加萨 现在只剩下大概四分之一 残存的医院勉强可以运作 很多都是搭着帐篷的 国际医疗人员协助的野战医院 但是受伤的儿童 平均一天有10个孩童 必须在没有麻醉 也没有止痛药的情况下面 必须截肢以求存活 痛苦的程度令人难以想象 白布围起来的病房 简陋但总有点遮蔽 已经是加萨地区 相当不错的病房 加萨全境能运作的医院 剩下不到四分之一 南部靠近埃及 主要边境城镇拉法 也不断遭到乙军炮轰 国际医疗团队 在这里冒险搭起帐篷 建立野战医院 由于卫生问题 传染病蔓延 200多位来自各国的医疗人员 要处理伤患和病患 但巴勒斯坦 驻联观察员却毫不领情 除了抱怨安理会 没能力促成和平 也痛批美国玩两手策略 怎么能不能抑制一切 和这些规定性的用战医 为达成这样的目标 为达成这样的目标 和目标 还有怎么能抑制 其他的目标 和给予以Israel的用战区 为达成他们 不叫平和灵 以色列驻联代表再提10月7日 哈马斯主动攻击引战 但现在巴勒斯坦民众眼中 以军才是把妇孺当敌人的怪物 开战以来超过2万2千次空袭 至今并未如以色列对外所说 转为低强度攻势 阿拉克斯的医院工作人员 说他们在夜晚几次准备准备 由于空袭频繁 国际援助组织几天前将医疗人员 从这里撤离 多个儿童慈善组织声明痛批美国 认为美国总统拜登承诺的保护 无辜民众完全没做到 每天至少10名加萨受伤儿童 必须面对这种大人听了都会怕的极度痛苦 以色列开战的理由是解救人质 但以色列政府还是让人质家属们失望了 他们现身以色列议会 至今仍有至少136名人质无法回家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再度飞往以色列 当面要求以色列总理纳坦亚胡 减少加萨平民伤亡 但至今已有超过 两万三千名巴勒斯坦民众亡死 一半以上是妇孺 至少240万巴勒斯坦人 现在处于难民状态 基本卫生与饮食都极度缺乏 世卫组织警告 多种传染病疫情可能爆发 也会快速造成人命的损失 布林肯防疫重申 要让巴勒斯坦人能回到加萨 不过加萨基础设施早已全毁 真的人人能有选择余地吗 加萨平民们的选择 只剩在哪里迎接空袭 较晚出发逃难的人 接下其他难民空出的位置 搭帐篷 他们已疲惫不堪 美国要求以色列 不能抱着将巴勒斯坦人 永远赶出加萨的目标 但以色列方面也很强硬 表示不到人质全部回家 以军不会让巴勒斯坦人回加萨 以色列军队在1月9日大举攻击 巴勒斯坦人的另一块土地 约旦河西岸 袭击土尔凯姆住宅区 毁坏路面 三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同一时间以军也空袭 黎巴嫩境内真主党目标 炸死真主党 拉德万部队一名指挥官 以色列国防部长 接受华尔街日报专访 把加萨森林涂炭的现况 拿来恐吓黎巴嫩 得到美国支持的以色列 完全没有要停火的迹象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